好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台铁 那么在国道的部分 交通部高工局就提到了 昨天国道拥塞的路段 多半是在中午之后疏解 而下午交通量趋缓 全天车流量落在262万辆次 那么今天呢 车次会更少 预估是250万辆次 不过还是会有地雷区 包括呢 就是易拥塞的六大地雷区 就是国一南下杨梅到新竹 还有王田到浦岩 那么国三南下大西到龙潭 快关到雾峰 还有中心系统到南头 等中部路段 那么在国五南下 南港到平林 中午之前 仍然会实施高承载 也难免会拥塞 所以也呼吁用路人 要多加留意及时路况